那是什么 那是线线 大家家的地窖 请进进塌了 现在正在修复当中 大家你看一下地窖 快修好了 对呀 修好几天 去年塌了 今年又重新十八九八的 拔来以后 找那么多的人 今天都干了 五天了 得叫个几十万米地窖 能放几十万钱 能成个四十万米 这么多啊 天啊 但能像这样一个地窖 求不起来 你给你花多少钱啊 就是一个万种 一个整体啊 家工人工人 得花三万 三四万 三万至四万 那你卖地窖 到时候能把地窖的钱 转回来吗 那得看市场黄青了 是吧 嗯 黄青好的话也 也许能好一点 黄青不好 那别人也转 我带大家到下面去看一看 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到了没 整个层状是一个长方形的 到秋天收地瓜之后呢 地瓜就可以运到这个里面了 可以运到很满很满 很高很高 大概可以存放几十万斤的地瓜了 像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窗户 上面用来通风的 大娘跟我说呢 这周边所有的地方 只有这一块地方是没有地下水源的 所以他们把地窖选择建在这个地方 你看现在已经挖了有五米深了 建不到一滴水 把这边墙系好之后呢 就可以空窗了 这个地方过道是专门用来运输地瓜进来的 大家看一下这地窖的墙 你知道它为什么不是平的吗 你看是有坡度的 你看一层一层往里进的 因为这样气的话会更结实一些 更稳固 就这样子下次再下大暴雨的时候 就不怕它塌陷了 这个万里长城不会倒了 对 这里不会倒了 这里不会倒了 哈哈哈哈 把老老板不给牵了 怎么看 来 帮一个什么时候能干好 嗯 今天下午叫做上盖不干 那什么时候上盖 上盖得能 清完小米地瓜起倒里来 得到下方才能起地瓜 好 对 地瓜完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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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那边的地窖顶 现在基本上已经治好了 用的是这种很粗的竹竿 还有一些竹皮子制的 嗯 等一下呢 上面还要放一层 槽扇子 还要再放一层那个塑料布 底下面还要放一层 铺上一层毛毯 这样子就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嗯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